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女子铁饼全国纪录保持人李文华的训练实况 我们发现这些选手潜力雄厚 但是因为培训制度出了问题 这些国手不但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甚至连练习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准备参加北京奥运的牵球全国纪录保持人张明皇 正在加紧训练 布料忽然受了伤 这位台湾近年田径奇才 和跆拳选手一样要拼奥运 受了伤只能拖着疲惫赶快自立救济 这位台湾近年田徐奇才能拖着疲惫赶快自立救浴 做伴多大 然后下来说 噢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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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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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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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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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2 3 2 3 3 2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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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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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1 2 2 2 就是比谁的力气大 事实上技巧很多 在2.135公尺的方圆内不断翻新 身体重心然后稍微向前 两脚蹲 预摆起来之后转 转动的时候 到这个头上一样转 右脚刚好落在这个中心点 然后转过来 身体留住 然后可以放进去 这个感觉 就变成有一个转动观量 这个叫旋转 前进这种东西 你要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这样的教练要很头部 学习能力要很好 教练的学习能力 不是选手的学习能力 因为技术这种东西 要用肉眼来看 要非常有经验的 除了自己熟练技巧 更需要教练帮助 他做了示范 预摆的动作太快 然后 最后要出手的时候 身体没有留好 都是用上半身在推球 没有用到下半身在推球 前球是要从脚 腰 胸 然后在手背 不能只有刚刚用手背在丢 手背丢是丢不远的 所以这个一看技术就知道了 所以教练要看马上叮咛 动作哪里要做好 要马上知道 上半身压好 留住 留住 很好 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经验 要多看 然后头部的选手的时候 达到一个学评 一个教练 肉眼来看的话 没有办法看得很详细 眼睛来看 没有办法来看 那我们要靠什么 摄影机 初学选手容易指点 但已经在台湾没有对手的张明皇 面对瓶颈 又该由谁来帮忙呢 田径协会看到了张明皇的潜力 为他拟定了出国受训的计划 前往德国 我们以前比较传统的方法 就是猴子训练 然后技术重量 在德国比较先进的 他们的训练方法 就是说 他们是以速度跟力量加强 然后选拟爆发力 所以我们的肌肉练成 国内都是很尺度的 那我们头指方面的话 是要有很有爆发力的角色 带回德国教练的训练菜单 却带不回德国人 培养前进选手的方式 以前的老师啊长辈 他们也有做过这种训练 只是说 不确实在做 然后一方面最重要的是 训练的东西 要有一年度的训练计划 我们都不是啊 我们就是来今天练什么 练中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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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都没有一年度的统计下来 然后 这个选手练得怎样 有没有高峰期啊低峰期啊 训练强度多少啊 国中启蒙教练 捡到这个非常好的财 然后 交了三年之后 全中英冠军 舍不得交给下一手练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制度不好 下一手就下一个教练 就中整 中整的高中教练 然后又培养全中英冠军 然后又交三年 然后之后又要转给别人 所以 教练都会 没有办法一路的陪选手走下去 因为这很好一个例子 以前1988年 前东德奥运会 牵手冠军那个选手 现在是我在德国去的那个 古德曼教练 他带了选手 他培养了他17年 除了教练制度如此 观众的态度也和台湾很不一样 在国外比的话 都是一些比较年纪主要长的 阿公阿嬷 还有 牵球 对对对来看哦 来看 外国人就是比较喜欢看运动 对他们就帮你鼓掌 你丢得很好 他们就帮你当作英雄 一地训练受到肯定 但规划却不尽完美 为张明皇拟定的一地训练计划 虽然有附建专家相随 但张明皇因为签证到期必须回台湾 而附建专家却继续留在德国 加上不断因为升学换学校 在国内不得不一直换教练 现阶段难再有专职指导者 从德国返台的张明皇只有学弟一起 两人动辄200公斤以上的杠铃上肩 一不小心可能终身残废 为了金牌赌命 谁来帮他们看守姿势的风险呢 就这样意外终于发生 这一箱只有赶快靠手机自立救济 我坐半蹲啦 然后下来说 你马上就放软了就对了 对 可不可以伤到脊椎啊 结果是脊椎软骨移位 还需要相当时间修养 这是奥运田径选手培训过程的片段 加上和其他选手一样有赶快找工作的压力 可以继续迈向高峰的张明皇 对未来有期待 但不知值不值得再等待 我到底能丢多远 我再测试啊 我到底能丢多远 台湾真的很难再有优秀的田径选手吗 张明皇之后其实还有很多苗子 只是一样前途未卜 身高180 体重120公斤的李文华18岁 练铁饼一年多不断破全国纪录 达到52公尺69 还是肩膀有倒哦 你的肩膀 它速度好 爆发又好 对 它这两点就一般人就运太多 不只说它的成绩只有51 52公尺的实力 它应该有55以上的实力 只是不晓得哪一场比赛 它会发挥出 他就读凤山商工 有许多同伴 稍微大一下 启蒙教练还一直跟着 都是有利条件 台湾比赛不够又没有对手 他到国外比赛 也得到田径协会的帮助 却大陆取经 但没有适当的球学体系配合 要出去比赛 刚好就碰到这个奇末考 也就是说它的毕业考嘛 它的毕业考当然就是说 以它的毕业考为重 这个我还要再跟学校教授 再研究一下说 可不可以让它比赛 回它再来补考 补考跟你毕业 点你这段时间 还不来得及 就算高级毕业 下一步要去哪里最有力发展呢 有些田径大佬建议他到北部院校 但幸运得到英才而较之的启蒙教练 吕顺和却认为留在南部比较妥当 教练一定要给他盯住 像一般礼拜六礼拜天还是干嘛 你问我选手还不会自己去动 自己去训练 我觉得他这一点就差一般选择差太多了 一方面你说 叫我要放给北部的教练举训练 李文华的个性 北部那边教练不了解李文华的个性 我给他带到这种成绩 我也是自己有一个去途心 好 我还要跟他 我的目标是2010年 那个广州亚洲运动会要多把 目前计划进屏东教育大学 凤山相公老教练自己是师大毕业 看尽当年国手向大学被荡的故事 很不希望重演 你国手归国手啊 我上课你还是要来上啊 成绩在我手上啊 我要给你几分就是我的权利啊 那你经常不来的话 等到没有我要给你荡掉 你也没指啊 就是现在一个 现实的状况就是这样的 所以以前有很多国手 为什么会被荡 他这里本身的专长 然后又被老师荡掉 这个很平常啊 现在就在应该是上大学后吧 我很怕就是 特业压力太大 可能练习的时间会比较没有 或什么 来这 五三位老爸三的头 到大陆培训还在摸索适应 大陆那边教练的练习方法 跟台湾这边的教练练习方法不一样 他们都是速度快 可是像我来说我速度没那么快 所以就比较难追到 哇靠那么轻松 这是难得一见的大陆训练实况 大陆有许多世界顶尖的三铁选手 由画面可见 不但有同伴 而且同项目人多 还有专属的场地 而且辅助运动非常细腻 而多样化 趣味化 不过如果来见习都是短期往返 不但旅途劳顿 对体会融入当地整套训练系统 效果也比较有限 我每次去都是算多时间 学的话也真的是不多 如果要学的话必须去长时间 可是就我在这边没 就是算课业吧 没办法配合那么久 我如果不是这样 要转回来还是正面啊 他心理层面还不够成熟 我觉得他要送出国 等到大学学院完成之后 研究所之后 我觉得国家要栽培领化 我觉得那个时候才适当地 把他送到国外去训练 铁饼看起来就是把一块铁块扔出去 其实有很多技巧 就是逆风铁饼 你差不多四十五 四十度之后 你会把那个铁饼 会往上提升上来 像我在当选手啊 我遇到逆风 我就会把铁饼压低 我们铁饼再飞 他会把我们铁饼慢慢吹上来 就慢慢到最后会滑 请一下下来 倒了倒了 你看你后半段 你第二圈你要转过 你看你这个身体就倒过来了 肩膀给他压 压下来 你都往上 往后倒 压下来 大一下 这都是吕教练一步一步 要给李文华的指导 但还没有拿到国家教练资格 最近国际赛也没有被邀请 随李文华到国外 未来能得到多少田径大佬们的支持 还是疑问 国家的资源应该给你什么样的一些 再多那些的支持 我觉得国家不一定要给我些什么 我现在我是求是一个工作稳定而已 李教练是高雄县的约聘教练 为了虎口 早上还在一所国中负责清点体育器材 下午再到凤山商工指导选手 在约聘制度下 也有拼业绩的压力 以继续维持在高雄县一年一聘的工作 这里女生重量训练 甚至比其他高中男生还重 经常重复这样的附和 过去台湾很多田径的名誉之心 像李文华这样训练 而最终在高三前后 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就画下收纸符的不在少数 但愿这一类有潜力的选手 不仅能在年少时成绩捋破纪录 也能在选手发展的生涯路 走出前辈的局限 千球国手张明皇将要在15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出赛 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各位好 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 我是苏喜珍 北京奥运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国人引颈期盼的台拳道比赛 今天正式登场 这也是台湾夺金的最后希望 能不能超越四年前 雅典奥运二金一银的夹击 大家都等着看 台拳道讲究的是爆发力加上耐力 靠着精湛的旋风连环踢击倒对手 不过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的背后 是数不完的汗水跟运动伤害 不少选手都是顶着旧伤上场 还有更多选手是因为受伤 根本上不了场 独立特派员周传九郑仲宏 今天要带您深入 朱沐妍 杨淑军等顶尖选手的 培训过程 看看他们如何克服 一次又一次的跌打损伤 为自己也为台湾提出金牌梦 博训中心跆拳选手们正在训练 突然间运动伤害防护员飞奔而去 这还不是最糟的 还有人伤到双腿无法走路来拼金牌 他硬撑了 这边把他走 撑住 打胜仗回来 不是败仗 撑住 剩两步路而已 控制受伤的风险 是达到巅峰的关键 但是在台湾却很少被重视 许多人都因为这方面的无知 早早结束生涯 我们怎么样能够保住 更多选手的健康 而不会一个在舞台上出头 九个在幕后被毁灭呢 中国台北 在我国二位贵旗升起并奏国极歌的时候 现场已经有台北的记者感动流泪 这几年国际运动场能听到国旗歌 几乎就靠跆拳了 真的 我能拿金牌真的蛮高兴的 真的蛮高兴的 但荣耀的背后 选手伤得很重 以换得奥运门票的宋玉琪来说 去年11月 与越南举行的亚洲区奥运资格赛 手骨和脚韧带都有裂伤 比赛结束只能由教练爸爸背着出场 没多久又再继续练习 多一点 多一点 明显可见 他跳得比朱沐妍要辛苦得多 另一位也是很能撑的苏丽文 双脚可看到从小到大 一路猛踢的痕迹 排拳需要爆发力和耐力监队 才能让对手难以招架 在连续多场比赛维持一样的水平 许多选手从小一路踢到大 已经带着无法复原的伤害 如何避免旧伤恶化 是金牌路上重要的挑战 他们那些动作受伤之后 那些部分的肌力需要加强 那就可能会针对 他那一条肌肉去做学练 那已经受伤你怎么加强 但是还是可以就是慢慢 循庆见证地去做加强 因为他可能是 可能踝关节受伤 我们可能会加强其他 就是支持踝关节力量的部分 加… 我会选择上次比较轻的地方 假如说是像 左脚膝盖比较严重的话 那我们那一阵子 我可能就是加强右边的部分 因为我们两脚都有伤 所以如果右脚受伤的时候 我会加强左边这样 我会觉得说 在可以的部分 我会一直去做 对 因为说 如果说受伤都不练的话 那我没有什么地方 没有动作可以做 好 杨淑君和朱慕妍举杠铃 怎么这样 教练更是在一旁呵护 是 要两坎子哦 两坎子哦 真后就要两坎子哦 连站的位置都仔细想过 我不一定要在镜头 就是镜头 我就站在这个角度好 不要让镜头太热到我 没关系 这种领域看得挺紧的 是 那你说再这么近 我说跟你讲 有时候旁边的范围 不一定看得到 所以有时候跳脱这个圈圈的话 看那个范围更广泛 它有它的另外的那个 深层的意义在里面 重量训练怎样让肌肉越举越强 又达到减轻体重的效果 却不济于神经压迫过多 而变得迟钝或厌恶训练 我说家长呢 叫我宋一群 你要空肚子做重量训练 但是复合的重量 不要超过你最大几率的 百分之五十 那当有些说 这个早上 这个空的肚子 什么去做重量训练会受伤 我说那是复合量不同的关系 你在做准备运动的时候 你要复合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五的情况来做 做了以后你后来再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血糖低 你一下子就把你的能量消耗掉 消耗掉开始就燃烧你的脂肪 你的脂肪就会降低 那你体重才会降低 也有一部分练习 根据需求改变器材 在达到灵活有力的目的的过程中 减少伤害 这是手跟脚要配合 跟跑步一样 手脚要斜一条 然后在近距离的时候 就可以攻击对手 这个机器是新的 我们以前是比较自私的 就是杠零似的 对 然后现在改成气样式 跆拳非常讲究意志力 就是训练我们的意志力 就是在很... 已经喘不到气的时候 还能够坚持继续出脚这样 我们的意志力除了是攻击意志力 还要有承受的意志力 就是要承受对手踢击的能力这样子 然后即使已经被踢到快站不起来 可是还是要靠那意志力站起来继续攻击 这是得胜的本钱 但也是增加受伤更严重的机会 脚冰成两元 那每一次的量都一样吗 越来越多没有 越来越差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多少 哪里痛 就是运动完以后就要 让它恢复啊 冰敷恢复 不过教练认为 把努力奋发等同于忍痛猛踢 是极大的错误 要快 要横 要准 这个是最早的所谓武术嘛 注重功力嘛 现在我常常讲说 由武术转变成现在进气运动 进气运动重点是要赢的嘛 更在乎的就是它的技术技巧 它一再希望说速度 希望说力量 它更能太过于僵硬了 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听起它 所强调的是协调性 如果很协调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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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就很快 但是我觉得 连接就慢了啊 我举这个例子 虽然看起来力量很大 但是 对 但是比赛是踢得到人家 比较重要 你批不到人家力量再多大 它没有用 国高中就是有踢有机会 对啊 就不会想太多啊 那 可是到我们这场景 你有踢有机会 可是你反而会被踢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 为什么要有效益的练习 因为我们不希望踢很多脚 但是 你踢了十脚得一分 跟踢两脚得一分 哪一种比较好 不几分 好 没事的哦 在电子护具引进以后 踢用力 而没有触及晶片感应点 还是没用 进退之间 与攻击点选择 更以智慧取胜 对 很好 对 很好 上段你看只要一得分两分 其他人你要追回来 他们追回来就能来追 你只要得个两分一次 再第二次两分 所以这两分得到很明显 漂漂两次 就像朱莫言这一轮猛踢精彩刺激 爆发力真是了得 但是耗的体力却得不到便宜 它基本上是两块 如果你这样子踢的话 踢到这一块 这块没有感应到 它出现的分数是三三三三 不会很干脆 也就是说你踢到这里 特别有接触到一两点 所以它好像这分数要出来 又好像不出来 如果你是脚先这个 这样踢上去的时候 它是两块的接触到 很快的分数就出来 要偶尔提动 让它脚脚会触脚 处处要超越 却又处处要避免受伤 连安排练习赛都煞费苦心 这样子比较 因为一脚就结束了 所以它会比较幸运设计 然后就是乱打的机力比较少 比较不会这样乱干 这样会受伤 这样子抓时间差 而且对时间差 出小时间点的掌握 会比较有效 量级基本都要比较 差不多先接近的 不要差太多 它来做撞伤什么的 对 这样差不多 这里比较重视选手的感受 来排训练量 你在中心可能一餐 就是练一餐 可能是两个小时 但是我有听到三个小时 甚至四个小时 那其实 这不仅会造成肌肉上的疲劳 其实精神上的疲劳 也是蛮 蛮严重的 杨淑君认为 跆拳除了修炼技巧 也要修炼个性 就是你训练你自己 如果有一点不舒服的话 你就要自己做调整 你不能 因为有些人个性 是比较硬的那一种 可能就是会觉得 我一定要把它做完 我一定要把它做完 这样反而会容易造成受伤 对 因为其实很多学友受伤 都是一直呈狠 一直呈狠 然后造成伤势越来越严重 完全没有修复的机会 外表看杨淑君常看朱沐妍 保持微笑打琴骂俏 但他认为 轻松又专注 是迈向巅峰而不受伤的 必备特质 不快乐的时候 你可能专注力也不够 你可能还在想别的事情 那可能就是 其实受伤就是一瞬间 你其实没有办法预测啊 你今天如果不专心的话 你就很容易受伤 加油 这里每次练习无不激烈 许多人都有疲劳性骨折 他为什么有反映疲劳性骨折 是因为他太僵硬了 没办法把力量 把本身的力量去消失 他本身的充足力 要是下去 就瞬间上来的力量 但是他是下去的力量很重 下去的力量 用身体本身的各关节 各个身体把它吸收 他最大力量 谁去弹下去 那当作可以 因此场上尽量柔软 而练后有充分正确的疲劳恢复 就显得更重要 这个 这个,这样就好了 对 他有抗力的时候 你就不会... 对 如果他还没有抗力再往前 对 对 好,有啦 就挺住 对,数到十 然后 练完就是必须要做冰冰的技术 只要是练习完以后 会比较疼痛 然后就要马上消瘾 他踢完整个肌肉的那个 因为有时候这样一踢 有时候这样 他肌肉的线条 他整个肌纤维组织都错乱了 都乱掉了 你伸展就把它拉 会让他身体的这个激素 会比较 回到别人的情况下 能放松啊 你疲劳恢复的姿势 在你自己成长的过程 到了几岁的时候 你才知道全靠的疲劳恢复的 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吧 因为大学比较 比方我们学校 刚好是体育章和学校 有运动案例 有些相关的 生理方面的一些 但案例就应该越小 有人知道越好 对啊,当然是这样 问题是说 这方面的我们的基层 教育还是比较弱一点 坦白讲 这些都是我国 顶级跆拳选手得到的照顾 但是要踢到这等水平 才有这样的照顾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选手 在无知和抢业绩的训练下 牺牲 注意看 这个也是国内的一个 一个生态 因为在每一个阶段的教练 他们必须要 所谓要生存嘛 他们就要取得一个 不错的成绩 那就会 就直接讲说 有时候所谓要描描助长 会影响他往后的潜能发挥 所以很可能 他们就刚开始所谓 死操猛操硬操的 就是很快让他见到成绩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产生的 他们要短时间要澄清 因为我们整个大王就是说 很短时间要看到他成果 他没有成果就败了 掉快点 如果避免受伤的知识难以普及 加上国际竞争更激烈 台湾的跆拳 要再维持过去的成就 恐怕越来越难 你现在参加国家数有变多吗 多很多 当然 以前或是我们记错 大概一百个左右 现在我们快将近一百九九九 两百了 奥利正式之后 完全不一样 以前我们有一些国家 甚至欧美 他们只是玩挑性质的 俱乐部的 俱乐部的 他们只是自己去修行、运动 然后武术去跳一跳 踢一天很高兴 现在进去运动 技术、技巧这部分 大力在提升 像一些穷的国家 像这一次阿富汗 也打竞技了 阿富汗也进步很多 越来越进步 他们都是苦出来的 跟我们早期也没什么物资 享受 就是练五手球 修协运动 对摄影师有帮助 慢跑三十分钟 还换步 慢跑的 这种无氧性竞技运动 一定上升的 所以有时候看到说 某某选手 然后多少奖金 怎样讲 你要留意他们背后 付出多少 真的是这样子 有时候你说一千万 一辈子的 后半辈子那种 那种手杖的伤害 不是说你这一千万 对 所以有时候 国内就是 就是凭他们努力 都不来关心 当一局成名的时候 一下可能是 给他们肯定一下 二国争 但是 今后若能夺牌 而且发展出最少伤害 来取得成果 台湾得到的金牌 才更是物超所值 北京奥运在三天前闭幕了 台湾的代表队 这一次只在跆拳道和举重项目 各拿下两面铜牌 和体委会赛前夸口要拿七面金牌 有一大段距离 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 最近十几年来 台湾体坛 渐渐地把大部分的人力和物力 投注在少数可能夺金的项目 使得被认为是 所有运动项目基础的田径 越来越被冷落 而台湾不论是在竞技运动 或者社会体育 水准也都大幅滑落 我们调查发现 台湾有12项田径记录 已经高挂将近20年 甚至更久 都没有人能突破 当年还有许多项目称霸亚洲 现在为什么不行呢 先来回顾 台湾这些运动英雄们的 风采也听听他们怎么说 成功 健身高度3公分1.53 谁是台湾跳的最高的女人 这个是全国记录保持人 台中线的苏琼岳 也是我们参加奥运国手 全国记录是一公尺85 也是一下子跳过来 21年前是18岁的苏琼岳 现在还是他 6.83 谁是跳得最远的男人 在参赛的7位选手当中 以台湾腿乃惠芳近况最好 7月15号在巴哈马田径邀请赛 突破了8公尺 跳出8公尺01的成绩 20年前是乃惠芳 现在还是他 预备 谁是百世高篮飞毛腿 现在开始起跑了 不过的选手第三 跨篮相当的好 吴清景获得13秒91 超越了亚运记录 25年来他依然是绝响 洋传广是历史上 乘甘跳跳过16英尺的唯一的 十项运动民进 中华中国王荣华 在男子800公尺里面 现在要夺得金牌 一切在进步的台湾 却有12项田径记录 高挂二三十年 今年大专运动会女子跳高 面对由高中生在21年前 创下的1米86全国记录 现在的大专生 居然只要跳1米68 就可季冠全国 飞体育科系更只要1米50 就金牌 我们的田径运动 屡屡加码重赏 却每下欲框 这里是新竹高宫的操场 这里是新竹高工的操场 卡在那儿下不来 年纪大了 跳到那儿卡在那儿下 掉不来 不管架势看得到多少 喜日光芒 他依然足以骄傲 吴清景在这个项目当中 是亚洲的王牌 现在开始起跑了 跨栏非常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的美国选手 福斯特伊玛当仙 法国的斯蒂芬居次 我国的选手第三 想要跨栏相当的好 而且非常的顺利 在他前面 已经有两位到达 结果他是第三 吴清景獲得13秒91 超越了亚运记录 本来的希望是能够进入负赛 现在更近一层的 就是能够进入截赛 我自己个人打破两次 亚洲记录 那我们之前就只有 梁东莞先生 季正小姐 那我是第三人 在田径方面 所以说 那时候我自己感觉 很有承接感 吴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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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东莞 梁东莞 即使到现在 面对百石高栏 仍然兴趣浓浓 我在想说如果 我现在还有这个体能 那我知道 知道现在自己的观念的话 我想 我应该还会再进步 跨栏的技巧非常多 嗯 踢腿 踢腿 胶子直接都太直 太直 但是稍微直一点 然后收的时候 收的时候 直接 就直线往后了 就不会有绕这样圆 圆的话 身体就会被扭转 扭转的话 就影响前进的速度 真的是学问 对 所以 我的确定还是很多 我国田径女节记证 被日本体坛 称为飞月的领娘的女家 杨长广的成绩 是二十三尺 六又四分之一寸 其实在记政洋船广 两位传奇性的 世界级选手之后 台湾田径界曾在 二十多年前 有段辉煌岁月 看好古金水 他现在跳 五公尺零五的高度 跳过去了 这个高度 已经打破了洋船广 保持十九年的 国内的撑干记录 我非常高兴 他破我的记录 因为 这个五公尺零二的记录 已经保持十九年 总是排在那个地方 表示说我叫的不好 所以这次 有他们破的话 我非常非常高兴 但是到现在 还有多达十九项记录 近十五年无人能破 甚至有十二项 近二十年以上 无法超越 现在我们看第三报道的 吴清景全国记录保持人 吴清景 除了吴清景百石高栏 十三秒九零 还有一千五百公尺 黃文成三分四十六秒四 八百公尺的王荣华 一分四十七秒二四 以及跳员乃慧芳 八公尺三四 和他的三级跳 当年不但台湾第一 而且都是亚洲顶尖的荣耀 女生方面 除了苏熊月跳高 还有一千五百公尺李秋霞 三千公尺李素梅 也持续到现在 还有女子七向全能 都后继无人 记录高挂多年 原因何在 很多人说 是少子化 而且女蓝和职棒发达 收入好 保障好 抢走田径选手 那不是理由 我们在怎么少子 每一个国家都是在少子 那每一个国家 反而是成绩在进步 那我们在少子的结果 会退了 实际上完全就是制度的问题 是政策的问题 看二十年前的黄金时代相比 现在国内比赛减少了 以前我们一年整个比赛下来 可能有十几场 光是全能可以比到大概五六场 你可以选择的场次 有五六场 你可能选一场或两场 可是现在不行 他现在整个状况就是 他全运会变成两年一次 然后以前有所谓的台湾区田径赛 现在也没有了 竞争的相当相当的激烈 华民国A队第二 但是很可惜 日本他有巡回赛 中国那边有大奖赛 那么在欧洲的巡回赛 在美国的室内赛街室外赛 几乎是每一周都在做比赛 他以自己的故事 证明比赛机会和成长到破纪录的关系 从十一月中一直到三月中 都是室内赛 那教练就会帮你安排 你去哪里比去哪里比 那几乎是二到三个礼拜 一到两个礼拜都会比一次 那么从三月中以后 这个比赛就更频繁了 几乎每个礼拜都在比赛 那我们比赛的情况就是 慢慢的去做技术的修正 体能的加强 然后比赛的心理建设 所以我的技术呈现出来的就是很稳定 成绩的曲线就是 从7米30多50多70多 一直到要创纪录之前 跳了794跳四次 再到上海去 然后跳一个834 不仅国内比赛少 优秀选手能得到支持 长期而有完整计划的国外见习减少了 当时我们都受到了联合报系的照顾 那替老他愿意 依你的成就 运动成就 他给你资助 那我们会真拿的 薪资是最高的 那我也曾经拿到四万多 当一个大学生 这些钱事实上对我们来讲 是很大的荣耀 而且就是我们只要认真训练 我们就会有这一笔钱来赞助我们 他实际上送我们到美国去训练 我觉得到美国训练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好 我破1500的全国纪录 也是在美国破的 那回来之后成绩也保持一定的水准 只有他有这个机会 让你那边去全心全力的在那边做训练 不但学技巧 经历大场面受益良多 第一次到希拉去的时候 就真的是吓到 我们的国旗 我们现在看这个旗子这么大 但是他那国旗看起来就很小 很高 他的碳海有两层三层这么高 他真的就 你就觉得你不晓得怎么跳就是了 我那时候是跳高啊 甚至找到更适切的发展方向 我当时会转到跳远来 就是因为我在跳高场上受到刺激 有一个高我一个头的黑人 他站起来以后 我们的合格赛是两米一十三啊 我二零九就淘汰了 那一场比赛我跳了二零六 他呢升到二一三以后 他起来脚抖一抖 跑就过了 结果我一到看台上面去 教练就问我 他说 慧芳你们看到那个 他就给我一句话 从今以后 你不要在跳高场上让我看到你 整个国家都没有这个长期的政策来做 所以那个呢 只是靠了有王体武的出现才有那个 那这个人消失了 这个项目也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子 因人成事 因人涉事 是过去台湾体坛缺乏完整制度的情况下 还能有一点成就的原因 随着有心赞助者的消失 难免就是人亡正习 休息一下 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 田径界还出了哪些问题 台湾的田径成绩在二十年前 一度大幅翻升 然后呢却逐渐的沉积下来 除了缺少像王体武先生那样 出钱出力的体制外支持者之外 还有一个长久以来的发展障碍 就是选手的出路难找 运动员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力 追求自我突破 也争取国家荣誉 但是在辛苦的追赶跑跳之后 要怎么养家活口 顾及现实的生活问题呢 现在的千万金牌奖金 对许多选手来说 不见得切合实际 反倒是过去有一些制度 更能让为国珍光的运动员 没有后顾之忧 继续请看周传九郑仲侯的报道 吴清景现在能在新竹高宫 是很好的例子 当时的我们的教育部次长 叫于传涛先生 在我们当选手时代 的确很多人都认同他 那时候他定的是 只要有超越全国记录 超越亚运记录 然后他就辅导我们去就业 規定就是你不要领奖金 那政府就辅导你去就业 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大部分选手都不领奖金 那时候有订奖金 然后就让国家来辅导我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政 吴清景 李福恩 刘金腔 都因而有地方落脚 退伍了还可以到左训中心 继续追求突破 当时我在这个学校 课程不够安排 也就是说不能再多招收老师 可是学校还是很认同 教育部的这种做法 那时候即使你不是硕士 什么学历 对 就是类似什么 以前是大有一个超额分发 那超额一样就是 就是已经分发到这边来的 所以我们都到那边领薪水 继续我们在左营 所以我70年就到这边 可是我一样庆功架 都在左营练习 所以那时候是 应该是心智最成熟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在26岁 創下这个就是 亚生纪录3秒90的 这是吴清景选手生涯 延续到31岁 而且还在创纪录 是国内田径界的艺术 但后来的人难比照社会 他有一点就是说 运气好去碰到谁 来给帮助 可是不是整个制度来帮助 有也是人为的指示 不是整个全面性的 有这个制度的存在 制度发挥不了作用的例子 不止这一桩 其实到现在仍然还是有一个优秀运动员 就业辅导办法 我们的体育法里头 也规定了规模到了 我那时候记得是500人 那现在我不晓得有没有修正 所以说你有这样子规模的 都应该聘请一位 运动专场的人进到公司里面来 那他可以为公司的营运里头的 运动活动 团体活动这些项目做规划 做管理行政资源 但是这一方面落实的 是我觉得是需要加强的 当年我们还没有体育委员会 体育委员会的时候 政府的单位 交易部体育师 都已经能够为我们的 优秀的选手寻找出路 更何况现在呢 已经有一个委员会的存在 我觉得是有更多的人力 更多的脑力 可以为这个选手的出路 来做一个brainstorming 我觉得做一个计划 所以说照道理讲的话 应该现在比过去的条件 还更好 既然曾经有好过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求这个更好的方向来努力呢 除了以上行政制度因素 媒体 家长和地方的支持 也大不如前 全国记录应该这两个 中正三等三的奖章吧 这里是台中县政府博物馆 当年选手辉煌士姬都被保留 像这个是我跟我学长得金牌以后 回来还在大甲正邮街 是学校的idea 原本到了比赛就晕车的苏琼月 就是在地方支持家长支持 推上了一米八六 女子跳高 看到的是大甲高一的学生 苏琼月一跃而过 苏琼月一公尺八十公分的这个高度 这是她个人创下最好的成绩 要破全国记录挑战 可惜没有过去 我说我比赛是这尾巴的 它比起来我就想要 听不着我就当我看了 老大那样我看了 我说我都感觉到很高 我说我比赛是这尾巴的 我说我比赛是这尾巴的 我看了 五维琼她轻轻的起跳 一跃而过 她以一公尺七十七的这个高度 获得了一面金牌 苏琼月以一公尺七十四 获得了一面铜牌 我国有两位 一位是五维琼 另外一位是后期之秀的苏琼月 还记得苏琼月和五维琼的跳高 吸引多少人 最精彩的就是女子跳高了 您现在看到的是苗里县的五维琼 跳高高度一公尺七十一 她一跃而过 这个是全国记录保持人 台中线的苏琼月 也是我们参加奥运国手 全国记录是一公尺八十五 也是一下子跳过来 五维琼跟苏琼月的竞争相当的激烈 报纸电视对田径支持 场面热闹 这样大雨还是夺捧场 这让田径选手价值感大不同 现在跑在最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的选手黄文成 最记得是在我拿那个亚洲杯冠军的时候 那版面很大 其实我并不是很高兴 我最高兴是在日本拿全日本国际赛冠军 那时候那感觉都不一样 比亚洲杯那个感觉还好 因为你要在日本拿日本办的国际赛冠军 因为他有邀请外国的选手 那真的不简单 那都有施贡传播 NHK施贡传播 那你只要比赛完 那个留学生马上都打电话过来 恭贺你 不简单 拿着转机不能够 日本人又很现实 你成绩跑得好的话 他们会很崇拜你 你成绩跑得比他们差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甩你 上次总统 下次我觉得地方的 地方政府的这些主管 我觉得只要用心 其实真的讲 我觉得是人在城市没有错 但是是有心的人在城市 有心的官员后来努力的想 想出重赏必有勇夫的高额奖金制度 一千两百万等着拿 听起来很吸引人 事实证明对田径界未必实际 在衙运就可以做这种终身配了 不是只有到奥运 毕竟我们成绩如果没有这么高的时候 你当然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做 而不是说遥不可及 你就是一定要去touch到那个最高点 这样的话呢 也是只有少数几个人 那其他人会想说 我没办法得奥运的奖牌 我干嘛要去训练呢 要浪费我的时间 像我的记录跟杨创伟的记录 是这么的不容易破 假如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这 假如说不能破的话呢 这几个项目就变成 没有人愿意问津 不是说不能破 不太可能破 起码在那个时候 就不要玩了 当时我是带这个总盖师 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个什么 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 以当时的国内的水准 再去比较 那个世界的水准 以及亚洲的水准 所以我们就拟定 不是破全国记录 是那个时候呢 譬如说 如果说你100公尺破多少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奖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制度 一个方法 第一名海清公安 方志涵 林德嘉认为 如果是为了激励和保障未来 千万落袋 看来实际 其实未必实际 1992年 巴塞罗纳 巴塞罗纳 我们不是帮去拿了银牌吗 那每一个选手都有奖金 应该说起来 他如果有 每一个人都有理财的能力 每一个都是 现在都是千万以上的富翁 你就把那个钱 1992年 而且是 不要做什么 你就光是把这个钱拿来买 买美国公债 8%的这个所谓利息的这个 但现在每一个人都是 2000多万的财富 到2012、13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5000万 以1992年的那个奖金 到2012年 这20年之后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 差不多5000万的财产 但是有几个有 去卖便当的卖便当 什么都 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就是一个策略上的 策务 而且对于选手的培养的过程 对他们的教育 能力的培养 都没有 所以没有这些配套 做事你只给奖金的 这是没有用的 老选手认为 台湾有机会 但不能靠高挂的奖金办法 就想速成绩效 现在他只针对奥运会 有希望得奖牌的人 其实那只是少数的提供 在我个人认为 不管他普及到 基层培训计划之中 就先实施 来提升全面的成绩 培养出更多的奥运选手 因为他们认为那叫做重点 重点资源 重点投入 有效益 重点资源 可是你基层不够的话 你拿到了顶尖的选手 那顶尖的选手 那顶尖的选手是说 你这几年 靠运气 碰到一个出来 你没有很计划的去培训的话 你没有基层的 哪有到顶尖的选手 那只能靠运气 今天有谁 他跟他绷住一个黑马 有实力拿奖牌 你这样的话 只是在那边挡而已 你为什么不积极地去制造 田径界已经预测了未来八年 台湾几乎不可能有亚运或奥运金牌 这样的预言可能会不幸严重吗 甚至八年以后 我们的运动员还有机会吗 这些田径前辈们的亲身体验 应该要成为台湾体坛未来发展的接近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奥运上周刚结束 台湾所有的选手只拿到四面铜牌 让多数国人感到失望 独立特派员周传九郑仲宏 特别注意到了 这一次的奥运 台湾在最基础的田径项目 只有三位选手参赛 他们努力追求突破 但是受限于国内体育环境不理想 没办法有更好的表现 有一些田径界的前辈们认为 这个现象正好可以解释甚至预测 台湾在最近二十年 乃至于未来几年内 都无法在国际竞赛场合有好的表现 一起到台湾最基层的运动场和校园 看看台湾的体育出了什么问题 大专运动会中 体育科系的选手正在冲刺 这个年龄应该是田径选手 逐渐进入黄金时期不断创造夹击的时候 希望能够跑进四分三十秒内 应该有这个机会 谢千后 恭喜谢千后再先抵达终点 大会人员的报告为选手喝彩 再换个角度来看 未尝不是一种田径发展的警讯 我们刚才看到已经好久没有看到 我们的选手跑进四分三十秒内 我们要恭喜谢千后 政府以适才适所为出发点 开办了体育班重点培育 还有体育重点学校 一路上成为体育科系的主力 部分学生还成了国手 但是回顾这种重点培养方式 前体委会主委林德佳非常质疑投资效益 体育班的现象结果造成什么 学校的体育课程 体育资源什么 就变成只有少数人在享受 其他的运动的普及化就谋杀掉了 而照体育班来的人 实际上又不是真正的运动人才 因为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是靠这个可以免试生血的结果 那些都是收集了一大堆不念书的来 而不是真正的运动人才 真正运动好的选手 实际上都是也是念书非常好的 对 头脑不错 你因为头脑好 你身体协调性好 你才有办法再体育化 运动方面才可以去发挥 他们又没有受到很好的一个 所谓知识方面的一个训练 那结果就是没有去训练头脑 只有在这个 但也有人破记录啊 也有少数可以破记录啊 对 少数破记录而已 可是那个破的记录是什么 破的记录还是不是世界级的记录 是只有国内的这种记录而已 你要突破那个瓶颈到那种世界级的 你没有那个条件 你没有那种能力 头脑没有到那种程度 还是没有办法 林德佳认为 一贯以来激行政策 才是记录多年不破 越来越倒退的真正原因 你有体育班 然后你有排球队 你有篮球队 我没有体育班 我就不去组队 来 因为没有办法跟你竞争嘛 结果反而是限制了 所有有体育班的才有校队 有校队 而这些都是要靠政府的资源 所以民间的资源就没有办法拿到 那政府来讲 政府财力有限 财力有限都是在养这些 没有办法成财的 不造就财的 而是浪费了很多钱在那里 而这个种下来 一般人看不到的 这个是20年后30年后 才看出来的一个结果 才能证明 那这个表示 30年前你没有这个眼光来看的结果 就造成了30年后的这种后果 青少年体育班 本身绩效导向的训练方式 也有很多争议 棒球队小时候过度训练 可能伤害选手的故事 其实也在田径项目上演 只是比较不受注意 才十几岁就这样拼命的压 因为我自己选手退校 我看到一些选手在练习我 我都吓到了 你国中的练习量 几乎比我高中的还多 每个练的肌肉很发达 可是你要的是他的值 不是能够练多少 你就可以得多少 这类问题国内关心的人并不多 部分选手就这样不断带着伤 和对训练的厌恶往前走 成绩很难再突破 曾经创造田径世界记录的记证 希望大家看清这是外表看来科学 而实际上未必科学的训练方式 对田径学来讲的话 这个重量训练很重要 对不对 多少初中的选手 一定在重量训练 我是在1964年的 东京奥运会之后 我的教练才开始给我重量训练 我已经参加过两件的奥运会了 难道是我教练不懂吗 我教练非常的懂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 他要先用非机械式的 用你本身的体重 能够做得重要 那就像爬坡爬楼梯 爬楼梯这些东西 是来训练我 他认为说我整个身体的一个 这个结构跟发展 已经可以承受 真正的重量训练的时候 他才开始 那我已经满20岁了 那我想我要以这样一个例子 我要问问我们国内的教练 您是在几岁 你的选手几岁的时候 开始就给他压 这个就是变成一个良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初中有初中的教练 那选手到高中的时候 又有高中的教练 到大学的时候又有大学的教练 所以说我们的选手基本上 不是一条边一条龙这样子 你初中又到高中又到大学 都是同一个教练 如果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很有知识的 很有良心的 然后呢 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训练 他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大家 这很明显的 不同的阶段的教练 都希望在他手中 把他的选手 赶快让他发挥 就造成所谓一样秒助长 那我真的 我每次都希望这么讲 难道我的教练不懂吗 我既然能够得到奥运的奖牌 我既然可以拥有好几个世界纪录 我想我的教练应该相当不错吧 那我不错的教练呢 他都等到我已经满了20岁的时候呢 他才让我去做中量训练 从教育部体育司到现在的体委会 我们的竞技运动政策 还是聚焦短期夺牌 不仅田径成绩继续滑落 更可能种下以后 没有优质运动种子的隐忧 你在台湾呢 能够培养师 我想10秒1 10秒2的不说了 我们10秒4以内的呢 我们到底有几个 实际上10个指头也算不完 那美国那是10秒1 10秒2 一大堆是上千的 不只是上百 好 那我们说11秒好了 11秒你说在田径里 没有办法竞争 这些人你去让他在足球里 把基本动作什么学好 他去踢足球去什么 不要11秒 12秒就已经非常 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所谓田径的一个训练 是一个国家呢 应该请全力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林德佳认为 所谓重点发展来夺牌 只是短暂麻醉了大众 他们想到的只是表面 认为说就是能够有奖牌 那我们把这个升旗上去呢 那这个就是可以打开一个外交管道 就是新交台湾 但是那个呢实际上是不确实际的一个非常表面 因为怎么样 一个奇异升上去 流下眼泪呢 20分钟大家都忘掉了 那么自己国内的人来讲呢 顶多也能维持一个月 维持一个月之后就忘掉了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教育部设立了这种所谓 国际赛会的奖金 结果人都是会避重秋轻的 就是选择容易拿牌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变成是媒体也是一样 包括每次中午赛 你可以拿几块牌 大家朝向这种注意力的结果 所有主流项目就是会没落 只有能够拿牌的就上来 那能够拿牌的呢 我们认为说是优势项目 实际上也不一定是优势 是因为别的国家参与的人少 是因为非主流 非主流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才容易拿牌 那么这些非主流的呢 如果说慢慢也变成是一种主流的时候 我们的竞争又是会减低 回头看这些多年不破的记录 在基础项目平衡普遍的发展才是正途 我们可以尝试各种新的策略 你说美国的美式足球 还有他们的棒球 他们的这个篮球 我觉得这是三大球 而且三大赚钱的运动 他们会在这里面抽钱去 对对对 以学校来讲的话呢 他们绝对是 因为田径你要去赚钱 在学校大学来讲 几乎是不太容易 他们一样会卖票 可是卖票的结果 他数据还是很少 所以因此他们会也就是说 热门的赚钱的运动呢 来补助 他们真的是补助 补助那些必须要推广的 冷门的运动 那必须要推广的冷门的运动呢 里面又是在世界大家都公认的 任何一个国家要推展运动 这三种运动是绝对不可或缺 所以我们把它讲说叫水路空 水就是游泳 路就是田径 空就是体操 这水路空这三项运动是 你的国家无论多大 无论是多少 你是必须要投资的 这三项的投资足够的时候呢 觉得其他的项目呢 都一定会连带的 他就能够推得很好 有更多人重返田径场 才能找到更多有潜力的人 台湾在国际夺牌的机会 绝不只在海拳射箭和棒球 我们政府愿不愿意重新重视 最基础的田径运动 可能就是未来台湾各项竞技运动 甚至是国民体育风气的发展关键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